大家好,星星和大家吹吹水,星星拍照糯米粉,不是又做年糕吧 糯米粉除了做年糕,有很多可以做,例如做湯丸,有些材料,這些拿來做湯丸,真的嗎 湯丸除了甜食外,還有一隻鹹湯丸,剛剛在Facebook職人吹水群組,有位網友上載了鹹湯丸 又勾起我自己的情懷,適逢雪櫃有類似材料,又和大家吹吹水 鹹湯丸有何材料呢,少許蝦米浸水,這些豬肉碎,用少許豆粉糖醃一醃 還有少許韶菜,糖芹,如果有蒜仔就更加好,芹菜蒜仔做鹹湯丸 還有一些甘筍粒,昨天煲湯剩下的甘筍粒,不少是冬菇,做鹹湯丸,冬菇蝦米主要材料 順德鹹湯丸會有何特點呢,多了這個,這個叫魚鬆 用鯪魚鬆,用鯪魚肉打起,尖香魚鬆煮蘿蔔,昨天剩下少許,用來做鹹湯丸和大家分享 說明湯丸,始終開了粉先,這個才是靈魂,糯米粉落多少呢,看看多少人吃 現在加了五個湯羹,還有一件很重要的,熱水,現在還在出煙,用熱水開 為何用熱水開呢,令糯米粉產生一些黏性 除了加熱水外,還有什麼竅門呢,就是慢,慢慢加熱水,不要心急 現在攪到水沒有了,又落,慢慢開去 先攪到水,先攪到水,用熱水開,令它煙韌度好些 大家很多時候在家裏拆湯丸,拆一拆很容易爆開 用凍水開,或者用凍滾水開都會這樣,但用熱水開,現在已經很黏 有些粉一定要開到半生熟粉才發揮作用,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粉 我日後做過的菜式,再和大家分享一下,開到差不多,按一按它 現在就差不多了,可以用手拆了,首先洗乾淨的,首先,逐一拆上來 現在用手拆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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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一點粉 不要加太多,逐一點逐一點加上去,拆到混和,這塊粉見到光滑,光面 現在用手拆開,拆了約一分鐘多些少少,現在用手拆開,現在用手拆開 現在用手拆開,拆開一半,拆到一條長條形,拆開一條 現在用手拆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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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餡料,就完成一粒,很容易 如果用手拆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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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餡料,就完成一粒,很容易 要不要 Ginny身材用鮮樣後,要用 tutti長條 cremice Yum石採用手拆開,想如何 soy sauce 如果信得家鄉甜湯丸,塞粒,片糖粒塌的中間,適逢南宵階節 於南宵階節, Temun saleذars are certain. 剝下的湯丸,忍然變堵 nit呢,祝有情人終誠眷屬 了,明明�ownik見证 Truyajun refuse toので作為了一輪努力後,便完成了 放一邊備用,處理湯底第一步,爆香蝦米 燒熱鍋,落適量油,爆香蝦米有香味釋出 做膠香湯圓,冬菇蝦米豬肉是味來源,大約爆一分鐘聞到蝦米味 落剛才的豬肉,輕輕煎一煎封,煎封三十秒,放在另一邊 再煎封三十秒,不用煎熟,這段時間向輕可以養散 落冬菇爆一爆,冬菇要煎一煎,爆一爆才會香 先前發冬菇的冬菇,做冬菇竅門沒有特別,最重要用生粉洗乾淨 浸水有足夠的水,有足夠時間浸,冬菇會滑身好吃,看冬菇發得多美 這段時間,下魚鬆,下魚鬆後繼續爆香,這些魚鬆都是現成在魚埔買打好的魚鬆 一般的魚鬆都會打好,落了味,回來後就什麼都不用攪 有機會翌日做鯉魚球再和大家吹吓 聞到所有材料都有香味釋出,暫少酒,增加香味 這段時間,落水,說明湯軟湯軟,一定要夠湯,等它滾起 剛才浸蝦米的水,倒下去,如果有冬菇水,用冬菇水更好味 紅蘿蔔,現在可以落下去,燒菜,現在可以落下去,接著放少許味 胡椒粉,胡椒粉落多少許都不要緊,接著約半茶匙鹽 放少許鹹味,當它滾起之際,現在滾起湯軟,是否放在一起滾 不是,另外再滾一鍋水,為什麼?因為我們放在一起滾,這個湯很容易會起漿 起漿就不好吃,現在這邊分開滾,滾了約分多鐘,大家都看到,開始跳滾滾 浮面,差不多了,這段時間滾起,放在湯裡,用湯,餵一餵湯軟 用湯一分鐘,臨上碟前,加芝麻油,加少許麻油,這個鹹湯軟 筆碗給大家看看,現在做好已經很想吃了 一個充滿情慧的家鄉鹹湯軟便完成,適逢元宵佳節,祝各位有情人忠誠眷屬 好似湯軟一樣,甜不甜蜜蜜,喜歡吃湯軟的網友,給個LIKE 訂閱我職人推出的頻道,幫我分享下這個鹹湯軟 今天的分享就到超人之一,預祝大家元宵佳節快樂 多謝收看,拜拜